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 保持了健康稳定的发展试图 正如您指出的 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相互坚定的支持 政治互信 利益交融 民心相通 一到八月份的时候商鞭贸易额已经达到1550亿美元 这样的话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2% 您 习主席和您共同确定了 2024年 商鞭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这个目标 今年渴望提前实现 而且是超过的实现